group of composers 早前為自己的牌匾批了一些資助給正義回郎 現在又說很想說要收回 找陳永恩出來吵 那 逐單看 還有看胡蘇珍怎麼看這套戲 最近看太多歐美劇學英文了 所以還沒空 我還沒看 這裡 陳茂波尿本港赤字會超過千億元 嘩 這麼厲害 某波主政 亞貿做餅 誰說他是金融間諜 梁柏妍 梁柏妍說他是新加坡金融間諜 金融村島方子可能故意做這個財赤出來的 另外有人就跟他說已經很沽寒 派完之後只可以在香港洗 人家就說推消費券行不行 沒有 電費又加 垃圾徵費又加 車費又加 消費券又不加 這裡 陳茂波向 我不叫他的名字 吃屎 陳茂波向有線電視表示 第四季經濟又錄得負增長 他之前說第四季會好轉 我想他說第四季自己陽性指數好轉 是不是 確診 在地價印花稅收入減少之下 相信財赤會超過千億 不過就不會多過2021年的 超過2300億元 你知不知所以多過會怎樣 撥去下一季吼 撥下撥下撥下 你做撥仔糕啊 Anyway 他又說了 再推消費券各樣言之上早 之前就說有種聲音顯示 向他表示要加稅 他是不是又幻聽吶 有人喜歡加稅 這麼過癮的 他說要看政府承擔能力 你不是說自己很厲害嗎? 還有經濟環境 但由於失業率已經跌至3.8% 所以就不會再出補就業計劃 嘩!即是不給錢 還有你的失業率下降 已經被施永青刺爆了 是因為那些人移民 所以才下跌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是無視勞動人口減少 失業人數,什麼率? 你應該計算失業人數 到底加了還是減了? 加了的時候 你就應該做逆周期措施 派錢,派消費券也好 哦!不派 同時政府不會考慮 撤銷買家印花稅 額外印花稅 稅又不打算撤了 好了,回來我們的主題 先看看正義回廊 胡蘇貞說這套是一套好戲 胡蘇貞應該也是一套好戲 他不是耍劍嗎? 他以前說自己中產 去星巴克喝咖啡 曾俊華說到 只得一種意見正確 就不再是香港 他這句 其實是想說現在香港 由於不是只得一種意見 所以還是香港 還是想指出由於香港 已經是只得一種意見 所以已經不再是香港 我不知道他這句鋪陳是甚麼意思 只得一種意見正確 就不再是香港 那到底現在香港 是不是只得一種意見是正確的 我不清楚 哇!很多意見的 哇!堅持一中政策的 不過首都在台北 我讀書的時代 我都講過的了 1842年我中學已經見到這件事情 1842年的南京條約 寫明是各樣了講到的嘛 界限加以南 那你收回來 你都是界限加以北的 你給我吐回界限加以南 給大英帝國 你這條款那些都不落實的 不過他又說歷史文件 你喝他説 野蠻人就是這樣的了 你跟回國際條約做才行的 走數都有的 我是流氓 我怕誰啊 所以你打流氓兩個字 你會在Google那裡 人家說找到的 我不知道 找到個豬肉佬 跟著說有乳環 這麼厲害啊 然後你就見到 最近陽性那位 被家超傳染那位 李家超厲害啊 有氣功頂住 在縮陽日福 人家近平沒有啊 他最多只不過是硬氣功 八百里路不換堅 倒夜鄉的 Anyway 曾俊華呢 就講到這幾樣東西 第一 這套戲啊 哎呀 給大家思考一下 法庭是不是一個可以顯現 全部爭相和正義的地方 當然不是啦 九四零年代的時候啊 你都有很多那些官啊 法庭那些 就是幫這個 希摩 啊 去找那些猶太人出來的 有IBM幫手啦 有那些打孔基 啊 搜尋到那些猶太人在哪 其實胡蘇珍說一件事而已 是不是建制就代表著正義 那當然不是啦 甚至乎是反過來 曾俊華 二十號時候 社交網站發帖 就指 近日入場觀看 港產電影 正義回廊 即是香港有上 電影非常好 我見到最多人貼那幅 那幅 就是屈我啦 屈我啦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啦 是不是 其實還裝什麼呢 你香港政府 撿了個法院 他就算了 你喜歡怎麼判就怎麼判 基本上就是 習近平判案還在這裏 掩掩揚揚揚 扮來扮去 皇帝的新衣 你猜大家 啊 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嘛 個個都看到你打大尺 到處走 皇帝的新衣的時候啊 難怪啦 任志強被人捉鬼了 就是因為這樣 指出他皇帝的新衣 他又真是嘛 他真是的時候 你說出來 他就抓你的 而曾俊華也說到 的確是受到觸動的 啊 很有feeling touch 就指如果社會只有一種聲音 被視為正確 這個就不再是香港了 報紙這裏寫話 他有懸愛之音 哇 記得一句言語的 有句魔徒 就說如果只有一種聲音的話 當個社會 只有一種聲音 那種聲音就是謊言 那講講正義回廊劇構啊 是什麼來 那曾俊華透露多少 那我透露多少 因為沒看過 沒理由我知道得多過他的 電影就講述 2013年大角咀 碼頭圍道 大角咀我只記得 整棟堂樓由於檢測不善 跟著 一聲塌了 那單就很轟動 但他是說大角咀裡面的那個 兒子 將這個父母大赦百塊 那單案件 他說這套電影內容非常豐富 我周凱亮那單 咦我有興趣看 如果是這樣 竟然整套弄了出來 那套那時候都幾轟動 是啊 還要故作鎮定 那個周凱亮 當時 我有刨報紙 那一陣子 但是這個劇情 其實就是香港的悲哥 大角咀那裡 他父母都叫中產各樣 而又送了自己的兒子去讀書 那些 但是回來的時候 竟然發生一件這樣的事情 所以 例如那個肥仔 曾俊華就說到 是不是真的這樣 這麼無辜 只有周凱亮一個 難得香港有一件這樣的事情 又真是幾值得看 講真的 幾值得看 有個故事 他將案件重組 那曾俊華也說到 社會現象 電影裡面有相當的篇幅講 及不同世代的代溝問題 也有講到香港不同政見人士價值觀 和判斷的差異 過去這麼多年香港都不是一個單元的社會 不同意見人士都可以表達自己的看法 如果剩下一種價值觀的話 剩下一種意見視為正確的話 這個就不再是香港了 擇地有聲 那講完這句之後 老實講 在今時今日這樣的氣氛底下 當然是拿了分的 Very Good 就好像之前那樣 比加超那些搶人才 你見不見 謝偉俊都走出來 說不學無術 跟那個豬頭餅 就是習近平一樣 沒有讀過書的 八百里路不換堅倒野鄉的 全部都是黑衣工來的 沒有文化的 所以 這裡 曾俊華指 那些年輕人已飛金錢至上 聽到用錢在搶人才 嘩 反白眼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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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說到自己是爺爺級別的 經常邀請青年 交流心得 他可能說那些什麼 他玩劍的 那個誰 張張什麼 姓張的 張朗嘉 奧 不記得 不能說 好啦,鬼记得,是谁来的,玩剑我不是很懂的,还要西洋剑是吧,西洋剑怎么玩的,只剁剁剁的,我经常觉得那东西可以帮忙捉鱼蛋,那这个正义回囊,原来是说周海良案,哎,这样就正了,不过有些人说,哎,不会啦,姓陈那个大粒买啦,如果用这个素材拍一套剧的话,又会很多人看哦,我猜过你,我完全吐啊,我真的不想看那一套,反而大局最重要的, 这件事我就想看,为什么不想,有阴影的,不好意思,哎,那只这样的夹拐,今时今日还说自己呢,打机好闷,豈有此理啊,真是,见到这些新闻就真是想不说他了,好啦,跟着有东西出了来的,哇,这东西真是呢,这样都做到立法会议员的,哎,今时今日立法会会演讲戏啊,跟个屎虾没分别,这个哦,陈永恩就说了,正义回囊电影,有矮化警队哦, 那政府的回应就说呢,如果是违了法的话呢,你说什么法啊,立法会都没立法啦,立条法出来违啊,又599L啊,就是电影和这个599又有关啊,你又紧急法啊,哎,不知道他啊,他就说如果违反了这个法的话呢,就会撤去这个资助,就是批了都问你拿回,那我就奉劝了,正义回囊的团队啊,你拍了这套戏了嘛,是不是? 你要吸收这个海丝饼店的教训啊,啊,是什么教训啊,卷款啊,一定要潜逃,就是你拿钱你就走啊,啊,如果不在帝市,啊,中原胸口中背脊叫你吐出来啊,这帮黑衣工,你又见家电费又成,是这样的啦,他,那这里,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呢,22号时候讨论,就说什么推动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以及,以及的有,大湾区文化艺术合作,大湾区有什么啊,玩什么啊,烂尾楼啊,有文化合作啊,行的啊,将烂尾楼当成是一种叫做艺术品康代咯,做功精美的千手金楼佛雕啊,有没有看食神啊,做功精美啊,真是,你看看,可以漏水漏到这样的款啊,吐出来啦,吐出来啦,吐出来啦,跟着做些特效咯,有临近圣诞咯,弄上灯色咯,你小心啊,不过,那些电器不要碰到水啊,会上面多名议员就关注本地文化推广, 讲措施,其中这个是工联会,哎,又是那个,是不是王国卿带出来的啊,王国卿的卿家,啊,这个就是陈永恩,陈永恩就认为的,哇,这么厉害啊,反中乱港分子啊,渗透了文化界的说,有一套电影,啊,他说是有不少矮化警队的情节啊,要设立佛则啊,还说有要这个KPI,KPI这么用的,原来,加强文化界对内地法制的认识,甚至事发,啊,满清十大酷刑啊, 中原心口中背脊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这个是刘震,刘震?刘瑾我懂,绝不容有资助项目,啊,就违法的,国安大法啊,那些,如果是牵涉到,就会考虑撤回资助,但是未有具体回应是什么电影,即原来他们呢,在那儿暴风捉影,哦,我还以为有人已经说了是正义回狼这套,不是,我谁人都知道啦,因为他有讲到仔细东西的,近期有套电影上映啊,电影发展局那套电影制作, 融资计划那里资助过的,啊,超过二百万元哦,但是呢,有不同的情节出现了,就是说警队不是几好那些咯,有这个嫌疑咯,那电影制作融资计划呢,喂,资助了这些这样的翻中乱纲电影,啊,那难以说好香港中国故事的吧,你多撥款支持啊,这样是白费的哦, 哦,就是他似乎是跟胡桑那些是完全是调转的,啊,就是,救命啊,这个人有偷过诗咯,向什么人偷诗啊,那个人玩他啊,真是,哼,他呼吁政府要实行萝卜与棒的政策,啊,这个是经济学术语来的,reward and penalty,就是奖励与佛质并存的激励政策,啊,两样东西,并行,那不是的哦,其实,香港呢,就蒙古人体系的哦,啊,他只是佛质的, 他就说你不见吗?五九九那些,你有没有见过奖的?没有,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别人家善去咯,罗伯与棒,他是棒和棒啊,还有很多棒啊,棒棒糖啊,因为他比不起罗伯,啊,但是那个EO又跟他癫的哦,局长来的,是不是?不知道啊,刘震啊,听个名都知道是宦官啦,香港任何人啊,在任何情况下,都均需遵守这个法例,依法不准你呼吸,你不要呼吸啊,只当国是不会容许在政府的资助下,有不法的企图 所以呢,一旦发现的话,就会严肃处理,啊,可能撤回资助,你小心啊,有追溯权的啊,啊,所以卷款必然要潜逃,除非你还想着在香港玩啊,又或者你博僥倖咯,就是,博他说几句,跟着就没了声,啊,好像韩国七揽那样啊,现在七人揽球赛各样都没了声气啦,你有没有见到有队人出征去南国啊,朝鲜那头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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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民政政策发言人朱子乐,他看过这个正义回廊的,啊,他又表示不应该随意将电影情节,还有什么,陈明欣讲那堆东西啦,就拉上关系,这个是电影创作内容,不一定跟现实等同的,是啊,就是好像小洋村那样嘛,不一定等同的,是不是啊,说完那堆无限上纲的东西干嘛,啊,收档啦,这些过气的啦,就是陈明欣那些嘛,有人就建议这些人应该骑目楼, 那,他又说啦,正如啊,没有人会相信看完无间道就会觉得那些,那些,炳强各样呢,就一定是坏人,啊,这个有少少保留,视乎你认不认同那个电影呢,其实,因为看完无间道你就会发现呢,不是个刀子咯,但是,十个有九个啦,一百件有九十九件啦,剩下的那一件可能卡卡的,升不到职那个国安肥sir咯,就是翘脚啊,陀那支东西又摆在桌面上面,跟着被人炒了啦, 他不像泰式爪龙根嘛,人家剪盘,泰式爪龙根就有后台,那就不怕啦,那另外,啊,有民主党的议员,咦,都是朱子乐,不好意思,朱子乐就说啦,近期有这么多好的本地电影,算是有个小阳春啦,你正义回笼可以说是有回响的,而且胡苏珍都说这套是好东西啦,所以陈明欣那些就应该收声,啊,就不应该再压杀这些创作的元素啦,对啦,陈明欣那些, 收十万人说这些,还不是浪费公帑,我知浪费公帑啊,根本上这些人生存在世上浪费资源,就是这样,好,今天讲到这里,